资产向正,专国之正三年,善者夫妻化,恶者未其尽,正国已至,诸侯淡之。 而有兄曰公孙朝,有弟曰公孙暮,朝好久,暮好色。 朝之事也居久千中,积取成风,望门百步,遭将之气溺于人比,方其荒于久矣,不知世道之安危,人理之毁令。 世内之有亡,九族之亲疏,存亡之哀悦也,虽水火兵论交于前,复之也。 末之后庭比防述时,皆则致齿伟舵者已迎之,方其丹于色矣,秉清泥,绝交由,逃于后庭,以昼足夜。 三月一初,亦游未辖,相有处子之恶交者,避惠而招之,眉而挑之,俘获而厚矣。 子产日夜也为弃,密造邓西而谋之,曰,乔文至身已及家,至家已及国,此言自于尽,至于远也。 乔为格则至矣,而家则乱矣,其道逆矣,将西方已救二子,子其照之。 邓西曰,五怪之久矣,未敢先也,子兮不识其志也,欲以性命之众,又以礼义之尊乎。 子产用洞西之言,因贤以贺其兄弟,而告之曰,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至律,至律之所将者礼义。 礼义成则名畏之矣,若出情而动,但与世欲,则姓名畏矣,子那桥之也。 则昭自毁,而息时录依。 昭穆曰,五知之久矣,则之亦久矣,请待若隐而后世之哉,凡生之难欲,而死之亦即。 以难欲之生,死亦即之死,可属念哉,而欲遵礼义以夸人,较性情以昭明。 我以此,为辅若死矣,为欲今一生之官,穷当年之乐,为患复义而不得自口之矣, 力背而不得自情于色,不成忧名生之丑,性命之威也。 却若以智国之能夸悟欲,以说辞乱舞之心,荣禄习我之意,不亦避而可怜哉。 我又欲若别之,复善之外者,勿未必知,而身交苦,善之内者,勿未必乱,而性交易。 以弱之之外,其罚可见行于一国,为何于人心? 以我之之内,可推之于天下,君臣之道西矣。 五常欲以此数而欲之,若凡以避数而交我哉。 此产茫然无以应对。 他日已告邓熙,邓熙曰, 子与真人居而不知也, 孰未子知者乎, 正国之志偶尔,非子之公也。